今天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才知道 原来有很多家长都会去上网搜索一些方法 来解决孩子的咳嗽还有敏敏感的问题 像是一些偏方啊 或者是一些民间传说之类的方式 但是其实这些方法 有可能会因为方式不对 或者是手法不对 而变得更严重 也是他们生病哦 又不是几天不了的哦 咳嗽啊 早上又咳 晚上又咳 他不能睡觉 我们也不能睡觉诶 然后每一次生病 每一次都带他去看医生 每一次都是要看 看医生吃洗药 第一花钱呢 然后会饿 就是每次吃洗药 也不是很好嘛 所以如果啊 不想要孩子吃洗药 可是又想要解决孩子的这些 鼻敏感啊 咳嗽啊 生病这些问题哦 止气管啊 发炎啊 免疫力的问题的话了 那你可以尝试我们的呼噜汁 因为呢 呼噜汁在马来西亚 已经有400多年的药用历史了 呼噜汁呢 就是用来自 咳嗽 哮喘 止气管 发炎啊 鼻敏感这些问题 这些关系到 呼吸道或者是肺部的症状 我们用的呢 现在就是培植的呼噜汁 在自然生长过程中 整个过程都是有机天然 我们用的呢 就是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啦 同时也是会帮助我们 减少感染啊 发炎的风险 免疫力就像是一刀墙 那个墙要结实 那自然那些细菌和病毒 都不会那么容易闯进来 孩子的免疫力提升的时候啊 我们作为父母的 就会不怕孩子生病了 这两个呼噜汁和咳嗽 都是液体状的 你直接撕开就可以喝 不需要泡水 不需要蹲 不需要去冲什么 不需要去磨成本 如果带他们出去也很方便 你就是小小的一宝带出去 就可以了 想要快快让孩子 少受到这些生病的苦 我们也少受苦的话 那你一定要来找我黄菲啦